再来看到花莲县长徐真卫日前是到访了中山捐血站 那么慰问现场的捐血民众 而捐血站长也现场自赠仅期给县长 感谢县府在血库面临血荒时伸出援手 以农会提货圈来鼓励在地的民众 用捐血的方式支持医疗的量能 也期待花莲县政府持续与各单位合作 募集更多乡亲一级热血响应 7月开始跟捐血中心一起合作 因为当时整个疫情非常严重 血荒也非常严重 另外就是那时候农民的农作物 其实行销也自销 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就跟捐血中心合作 捐血然后我们给提供农作物 给大家补充营养 那之后就接续了几次的活动一起这样子合作 所以就让我们农友还有我们农会 整个体系加进来 让这个整个收益能够起来 那另外也给我们捐血人 一点点的鼓励 就是给他们这个营养 所以是你捐血花莲县先生府给你充分的营养 当然是这样 那是250cc我们给100元的兑换券 农会的兑换券 官员捐血镇长蔡伍儒表示 最近因为疫情逐渐趋缓 但因为疫情延缓 医疗的病患也陆续回归到医院了 感谢县政府扮演领投养 用行动支持捐血活动 透过系列活动为参与捐血民众 补充营养推广农特产品 让农血活动更具备了乡挺在地农的意义的 记得详细 欢迎收看